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唐山烧烤店打人的那件事情 那我在前两天呢,做了一个视频啊 我就是为唐山的警方呢,点赞,很快呢,就破了这个案子 就让那些个独运轮们呢,大失所望 就没什么可炒作的,但是呢,你真的是低估了他们 这些独运轮们的能力啊,你低估了他们西方 搞这种阴谋论的能力啊,西方的媒体现在呀 铺天盖地的来炒作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媒体上 都铺天盖地的来炒作这些事情,那么他们 从哪一些方面能来炒作这些事情 从哪些方面能来攻击中国政府呢 就这些事情啊,你真的是你想都想不到 好,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警方呢,迅速的,也就是在三十多个小时里面 就把九个人都抓了,而且呢,这九个人 五个是在当地的,四个还在外省 外省也不是隔壁,也是江苏啊 就很快的,就把这九个人全都抓住了 三十个小时之内 你说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警方这么迅速的破案,对不对 有的人说呢,这里面有那个保护伞啊 你说脑子有病啊,这个保护伞他能马上去抓这些人吗 是不是,有的人说呢,哎呀,你看吧 这肯定是有警方给他通风报信 然后呢,就马上就跑了,还能跨省跑 他们是江苏人 没准他们早就想回江苏了 谁知道呢,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说是公安局里面有人保护他们的话 那他往江苏跑 然后警方又很迅速的紧跟着就去了吗 那不还不如说呢 哎呀,算了,已经跑掉了 我们当地没有了 当地的已经抓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但是紧跟着到那儿就抓了呀 而且呢,沿途啊 还都和沿途这些高速公路呢 全都联系了 他经过哪一个收费站 然后他们那个车牌号什么的 全都给他监控下来了 到了那儿就给他抓了 多么的迅速啊 那些攻击的真的是 根本就站不住脚好吧 那么他们呢,还有站不住脚呢 有的时候呢,西方人的媒体哈 就是中国政府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就好像是抗击疫情这件事情一样 中国抗击疫情做得这么好 他们竟然能说呢 中国做得不好 中国感染的人数 中国的死亡的人数 和西方和美国呢 形成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他们的中国呢 确准的人数都没有美国死亡的人数多 就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去攻击中国呀 人家说五十步 笑百步对不对 你压根就是一个差等生 一个学渣去笑话人家那个优等生 老考一百分的 偶然没有考一百分 就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 哎,但是呢 他们的脸皮就是这么厚 这两天呀 你就看那个美国之音吧 CNN吧 纽约时报吧 BBC吧 都是在炒作这件事情 那么他们从哪一方面来炒作呢 第一 就说中国的警方作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说这件事情体现出来了 中国的男尊女卑 女性暴力 女性在中国就没有地外 就被欺压的不行了 在中国女的就没法活了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说实在的 我已经走过了这些地方啊 我也接触了这么多人啊 我就发现什么 我就发现 中国的女性呢 社会地位是最高的 有几个国家 你看这女的 无论是在家里也好 在公共场所也好 或者在单位也好 都是那种活得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扬眉吐气 哪里有的女的就是不敢说话呀 见了男的就哆嗦呀 经常被男的欺负啊 没有啊 而且呢 就这件事情来说呀 我一开始我还以为 就西方的媒体啊 说这个女性暴力啊 我也以为他们要攻击着女的 因为那女的在那个视频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哈 就是呢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啊 有三个女孩就在那吃饭 这一个桌子不是四个椅子吗 然后呢 就被打这个女孩呢 就在面向门的那边坐着 在外边坐着 然后她的对面呢 坐了一个 一个是穿棕绿色衣服的一个女的 扎扎马尾 还有另外的一个呢 穿黑色连衣裙的一个女的 那当这个穿白衣服的这个女的呢 受到了那位男士 就去摸她的后背 很显然是骚扰的时候呢 那这个女的就马上一点都不触震啊 然后说你干嘛 然后那些男的呢 也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哈 肯定是说了一些比较不尊重的话嘛 然后呢 那女的就推她 然后她继续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哈 这女的说你有病啊 你看就说这些话哈 然后呢 那个男的就开始就打她 抽她嘴巴 然后就开始打她 她的同伴呢 从外面也进来了 一下子进来了三个男的 就来打这个女的 那她对面的那个穿黑衣服的 那个女的挺猛啊 站起来拿一酒瓶上去 就去打那个骚扰她的那个男的 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哈 就是说这些女孩也不怂 也不怂 我还以为说呢 什么美国之音呢 CNN呢 他们说那个女性暴力哈 我还以为他们要攻击中国的女的呢 还以为是说中国有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女性太暴力 结果呢 不是 不是 就是呢 之前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也好 或者什么状况也好呢 有很多人在中国呀 主张这个女权主义 说女人呢 在中国没有地位 然后就主张这些 其实呢 他们就是想腥风作浪 那么他们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 他们的帖子呀 可能就经常的被删 他们的账号呢 有时候也会被关 那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又跳出来了 就跟上一次那铁链女的时候呢 他也是就跳出来 女权主义者就跳出来了 那这次呢 这女权主义者就又跳出来了 主张说呢 这是 系统性的 说在中国呢 女人就是没有地位 这是系统性的 受到了系统性的打压 欺负 侮辱 以及犯罪 他们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顺便就想说一下哈 有的人就老说 在中国的账号如果被关的话呢 就是中国政府打压 那如果在美国的账号被关 在美国账号被关 也常有的事 你去问问郭文贵以及他们的小蚂蚁 其实你不用去问郭文贵了 你去问问川普吧 对不对 在美国呢 账号被关 也是常有的事 这帮恨国党呢 美国关账号呢 就是正义 中国关账号呢 就是打压 有一次呢 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哈 然后呢 他就是说啊 说欧洲的那些个建筑啊 说欧洲的那些建筑呢 什么都 上百年 或者是 几百年的建筑啊 什么的哈 就是说你按说 一个中性的 你就说这些建筑肯定是没有问题 人家有好多的旅游博主 对不对 怎么可能被封呢 但是他那个视频就被封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说我再把我这个视频呢 我在这儿再发一遍 大家看看 我这个视频有问题吗 为什么会被封 然后我看了他那个视频以后哈 他就是 建了什么 好几百年的建筑啊 看起来仍然是王好啊 还有呢 什么他们有产权 什么乱七八糟的哈 好几百年了 还有产权 什么的 这些东西啊 虽然说呢 他这里面 知字未提中国 但是 你一听他那个 你就知道 有很多人说话哈 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很聪明 然后他说话呢 就是阴阳怪气 啊 指桑骂怀 讥讽的那种口气 就是你一听就能听出来呀 你说谁被谁傻吗 你就觉得你更聪明吗 啊 他就发那个视频 我真想给他留个眼 我说其实你心里面是最清楚 你为什么你的账号被封的 你是最清楚你这个视频为什么会被下架的 你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 你心里肯定很清楚啊 你只不过你觉得好像是你小聪明 你好像你不提中国两个字 然后那中国人就听不出来似的 对不对 好 这个女权主义者呢 他有说呢 在中国的账号被封啊 帖子被删啊 什么的这个 这都是 耍这个小聪明 你到中国说你去主张 女性的权利也没关系啊 也没关系啊 有很多事情都没关系啊 如果你是一个 善意的话呢 肯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都不会跟你不依不饶 都不会 但是你肯定是 尖酸克果 阴阳怪气 指桑骂 虎哀 然后呢 中国那些网管才跟你不干的 你肯定是这样的 对吧 那这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呢 他们就这样 这现在又跳出来了 从女权的角度 说呢 中国的教育也有问题 中国的小女孩呢 从小 就没有被教育 自己呢 要自强 什么没有啊 中国的小女孩 没有自强啊 是不是 你要说 古代的中国的话 重男轻与女 歧视 压迫女性 那是 那是 但是 自从 中国共产党 建立了新中国以后呢 中国的妇女真的是翻身得到了解放 你要说中国的妇女没有地位的话 可能好多的中国男性都要跟你不干了 对不对 反倒是好多的中国的男性 觉得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地位 但是呢有很多的男性会觉得在家里没有地位的是一种幸福了 对吧 好首先呢就是这个女权主义者就跳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唐山市警察呀他处理这件事啊 没有什么问题我认为 雷厉风行 完了以后呢在12号啊 对这9个人进行批捕的时候 说这个案件呢就移交给了廊房市的警方来办理 哎 这又给了他们这些个 恨国党 以及 海外的这些媒体机会 然后他们又说什么呢 本来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防止当地的警方 真的是这些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这里面呢 有人对他们有可能有保护的 所以呢 如果你让当地的警方来破这个案的话呢 避免不了警方这里面呢 真有人 是有意要袒护他们的 或者保护他们的 或者说呢 真有像之前 别人说的 说有人给那几个人 四个人通风报信 他们才连夜跑了的 为了避免这个 然后就安排了异地管辖 这是一个多好的安排 对不对 好 现在就有人出来攻击了 能怎么攻击 我告诉你 你都想不到 然后他们怎么攻击呢 是这样的啊 说是呢 唐山市这个公安局长 这个公安局长呢 他之前的时候曾经在廊房当过公安局长 那他现在呢 看到这么一个哈 这九个人已经抓着了呀 说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件 然后呢 他会移交给廊房的警方来继续这个程序 这就让他的老部下来白捡一个便宜 我的天哪 还有这样攻击的 是不是太牵强了 这太牵强了 那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呀 出现了这个情况 说实在的啊 现在呢 就这个唐山市啊 出来了好多的实名举报啊 唐山市民受到了黑势力的压迫 然后呢 投诉到公安局 公安局不利的这种情况还真是有 真是有啊 那么一下子呢 这两天之内就有八个实名举报的 但是有两起呢 现在已经处理完了啊 又抓了六个人 又抓了六个人 就说唐山市这个公安局长啊 他来到唐山市当这个公安局长 才一年的时间 他应该是在当地呢 没有什么圈圈 没有什么小圈圈 他呢 要肃清这些黑暗势力呢 他应该是有决心 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决心 就是唐山市啊 就看起来啊 确实好像是有问题 那么唐山市呢 现在很有决心 这个事呢 不仅仅是唐山市非常的重视 河北省也非常重视 中央都非常重视 认为说 我天哪 这太震惊了 我们的社会当中大庭广播面前 就这么打人 肆无忌惮 这个黑恶势力 也太猖狂了吧 那现在又出现了这么多实名举报的 说明这个问题 它是有这个土壤啊 这个问题它是存在啊 有一定的普遍性啊 所以呢 现在唐山市就提出来了一个 叫什么雷霆风暴的一个夏季专项行动 就是夏天的时候啊 人们就开始互外活动了 夏天热吗 对不对 正是撸串的好时候啊 然后里里外外的 你也不用怕冷 对不对 在哪活动都行 正像这个烧烤店呢 很热闹一样 很多地方 中国很多地方都很热闹 那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都下半夜都两点四十了呀 就中国的夜生活呢 还是很普遍的 有很多人呢就在外面有一些娱乐活动 对吧 另外呢 中国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是比较安全 中国的警方引以自豪的就是呢 你半夜可以到外面去撸串 但是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可见呢 这种事会发生 所以唐山市公安机关说 搞一个雷霆风暴 就是夏天的专项行动 他叫什么巡警队呀 还是什么 就出来巡逻 撒下大量的警力 就出来巡逻 确保大家在外面撸串的时候 或者在外面娱乐的时候呢 尤其是半夜的时候呢 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你要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北方 就不可能有这种事了 到了冬天 大家都缩在屋里面 对不对 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么一个专项活动 那这个专项行动呢 咱们不知道 是唐山的这件事情 引起了其他地方的警惕呢 还是说中央的一个部署 反正我就看到呢 全国各地啊 现在都在搞这个 好 现在就来了 现在就来了 美国之音就说了 说是呢 中国老百姓对这个特别的反感 这种一窝性的 这种临时性的 这种作秀性的 我们是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不想要一个作秀 你看到没 就说什么他们都能够攻击到啊 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的那些个警察叔叔们 牺牲自己的时间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大半夜的在外面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好多人还是很愿意 对吧 10点11点呢 就是上床睡觉了 甚至于10点之前 就上床睡觉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些警察牺牲自己的时间 来满街巡逻 保证大家的安全 好美国之音说呢 说中国的老百姓说的 我们想要安全的环境 不想要作秀 那你要是没有这个满街巡逻的话 你这个安全环境如何来保障呢 我就记得呢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军人 对吧 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呢 那会儿是包分配的 那会儿包分配 你可以选 你去哪儿 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公检法呀 税务工伤啊 这些地方 然后呢 他们就问我说 你去哪儿 当时我就是想呢 离家近一点 那什么离家近呀 就排水所离家最近 对吧 当警察吧 就 我就说那我就到公安局吧 然后呢 我到排水所离家近一点 当时负责安置这个 转业军人的 那个负责人呢 他就说 他说呢 你不要选择去当警察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当警察吧 越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 他就越忙 你就不得和家人在一起 挺苦的 你知道吗 咱不说我这事哈 就是说从这个 你就反映出来呢 我们的警察们 他们做出来的牺牲 其实很大的 其实很大的 那就是当时呢 我也没有什么牺牲精神 然后我一听 哎呦言之有理啊 然后不能去当警察 然后我就说 那什么地方 然后比较舒服呢 那可能就是法院了吧 那当时我就说 那我去法院吧 那就去了法院了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说明了 就是我们警察呢 真的是牺牲很多 牺牲很多 好 我们的警察在夏季的时候呢 因为这次的这种雷霆风暴啊 他们做出很多的牺牲 竟然是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我老实说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你嗑瓜子嗑出个臭臭来 这个非常正常 就说嘴长在别人的身上 中国14亿人呐 14亿人 出几个败类算啥呀 对不对 按概率来说 你说中国得有多少败类吧 中国14亿人 你就是14个人里面出一个 他是多少 中国有1亿这样的人 14个人出一个 说140个人里面出一个的话 那是多少 1000万对吧 有1000万这样的人 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人比较优秀 我们经常说是百里挑一 百里挑一已经是够优秀了 我们说140个人里面出一个 就比较稀有了 那中国会有一千万 你想想有1000万这样的人 哎呀 在网上冒出来 被美国之音利用 其实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不用去在乎 有些那个嘴臭的人 他说啥 更何况有些人呢 还是那种 恨过的 他有用意的 一看他这个机会来了 然后就开始出动了 就那方方啊 什么支流的 你想想他那个嘴里面 能说说好话吗 这是不可能的 袁腾飞呀 支流的 能说说好话吗 不可能 还有呢 有一些人啊 就是闲的 就是键盘侠 就是为了攻击别人 其实他自己呢 也不见得就是个好人 但是就是为了攻击别人 你比如说在这个事当中呢 啊 有些人 我就看到那个烧口袋 那个老板娘 我看那视频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哎 那个胖胖的 个子有点高 穿黑衣服的那个人 好像应该是 收口店的老板娘吧 我觉得应该是他 他呢 现在被网络暴力 有好多人就来骂他 说他呢 什么不作为了 什么的 这些 然后他都受不了了 他也出来说呢 说我都快疯了 我都 他说当时的时候呢 我也有劝他们啊 我也有让他们报警啊 之类的 就是说这些网络上去攻击别人 这里面呢 有一些啊 他也是他内心的 是那么想的 有的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说你这那么实权实美吗 道德表 你自己的那个标准来衡量别人 其实他自己未见得做得到啊 他觉得他是正义的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哈 有一个女的 你就是一个施暴者 你就是一个欺凌者 这事呢 是这样的啊 说啊 有一天啊 在一个超市里面 有一位男士 他就去给他的女朋友吧 还是他老婆呀 去买卫生巾 那他去买这卫生巾 在那排队交钱的时候呢 就站在他身后的有一个女的 就开始骂他了 说一个大男人来买这个 真是变态什么的 然后当这个男的呢 去交钱的时候啊 这个女的仍然在那骂 仍然在那骂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忍受不住了 到了极限了 然后把那个东西呢 就一拍 说你给我说清楚 谁是变态 这是我给我的女朋友买的 你凭什么说 我就是变态 然后那女人说 谁知道 你是不是给你女朋友买的呀 你有女朋友吗 像你这种变态的人 能有女朋友吗 你知道吗 就是想当然 来那什么人家 然后那人说 我就是给女朋友买的 你必须得跟我道歉 你知道吗 这个女的就是说 我给你道歉 你这种人渣 万夫所指 我给你道歉 我还配做人吗 那个男的就不干了 后来人家的超市呢 就报警了 警方就来了 警方把他们就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呢 然后警方经过了解 人家这男的 就是给他这个女朋友 或者老婆买的 然后呢 就让那个女的道歉 那女仍然不道歉 一口咬定 非得说人家这个男的是一个人渣 你知道吗 有的人呢 就是自以为是 有的人呢 还以为自己呢 行侠仗义 实际上 你就是在霸凌 人家别人 你看人家男的 我估计啊 十有八九 他是看那男的 好欺负吧 如果是一个 人刚马大 满脸横肉 满身是纹身的 他还敢呢 我估计他就不敢了 欺负人 就欺负人家那男的 到最后 都到了警察局了 人家警察都了解清楚了 让他道歉 仍然不道歉 说这种人渣 我要跟他道歉 我就无视人 你说你怎么办 我要是那个男的的话 从一开始就不理他 就完了 就好像我做的视频 也是一样啊 有些人不是在我这 骂我吗 就不理他就完了 有的时候呢 我也给他怼两句 但是多数时候就不理他们 有的时候网友都看不下去 就怼他们 真的是很可恶 但是呢 在我这留言的这个啊 和骂人家那男的 买卫生巾的那个啊 不是同一类人 在我这留言的 都是毒运轮什么的 他们有目的 他们是有目的的 但是呢 那个骂人家买卫生巾的 那男的那个啊 就自以为是 强势欺负人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最近呢 在新加坡所召开的 这个香格里拉 国防部长会议上面呢 中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问题呢 成为了一个焦点 以及线下海峡两岸 因为中国大陆呢 对台湾的石斑鱼禁运的措施 这个问题呢 跟大家来聊一下 首先关于呢 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的三天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呢 召开了一个 叫做香格里拉对话会 它的全称呢 是亚洲安全对话会 它是由谁来主办的呢 是由一个设在英国伦敦的战略研究所主办的 这个呢 就非常奇怪了 竟然是一个亚洲安全的一个研讨会 那为什么说是由伦敦的一个研究所来主办的呢 不过这个呢 我们不管它了 这个对话会呢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今年是第十九届 基本上呢 每年举办一次 那前两年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 暂停了这个会议 那这是呢 疫情之后第一次恢复这种线下的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它的主角就是各个国家的防长 这次的会议呢 我看它呀 又开成了一个对中国的一个围剿 基本上呢 就是美国派出来四条狗 出来狂咬中国 这四条狗都是谁呢 第一就是日本 日本现在是美国的一条疯狂的大狼狗 背能咬 然后第二呢 就是加拿大了 第三呢 是澳大利亚 第四呢 今年还派出来了泽林斯基这条疯狗 那日本呢 他们派出来了非常强大的一个阵容 由他的首相呢 岸田带领 还有他的防长岸信夫 还有他的副防卫大臣 他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 还有他的副防卫大臣 相当于副防长 还有他的幕僚长 申其姓二 这个申其姓二啊 在这段时间以来 就在日本呢 疯狂的渲染中国威胁论 对外呢 进行合纵连横 这个幕僚长呢 申其姓二是非常的活跃 那这一次呢 日本就带了这个强大的团队 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 中国的官方呢 管他简称为相会 我们在这里呢 也把他简称为相会 那日本政府呢 在这一次的相会上 主要是围绕这么五点 来进行大肆的渲染 第一点呢 就是紧跟美国的步伐 或者说呢 就按照美国所制定的这个基调 说是呢 在亚太要建立一个 规则基础上的 开放的自由的 一个印太环境 实际上呢 就是拉一个小圈子 中国不断的抨击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规则基础上的 他所说的规则的基础上 你是哪一个规则 是谁的规则 是谁的秩序 是什么秩序 他老说呢 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 国际秩序 就问你是什么规则 什么秩序 我昨天还看到 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 也是一个政论专家 他就直接就指出来 美国所说的这个规则呢 就是美国规则 所说的秩序呢 就是美国的小圈子 而事实上呢 美国反倒是 并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则 以及联合国的这个秩序 这是第一方面呢 日本和美国呢 看齐 积极的为美国来鼓吹 这个所谓的建立在 规则基础上的 这个亚太秩序 好 第二个呢 日本就鼓吹说呢 日本要联合 和他们至从道合的 一些盟友 来进行合作 他所指的 无非就是 什么澳大利亚 印度 还有美国他们所搞的那个跨的 然后呢 就是现在 他积极的要拉着北约 他和北约走近呢 是越来越加大了步伐 那最近呢 日本的官方到北约去访问 邀请北约的官员到日本来访问 还签订了一系列的 一些合作的项目 合作的什么条约 什么之类的 协议之类的 目的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就是想把北约 拉到亚太来 公开的就宣称说 北约应该参与到亚太事务当中来 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叫引狼入室 第三 在这鼓吹呢 说是要在全世界打造这个无核世界 这个呢 再可笑不过了 前一阵子拜登到日本去的时候 他们是干什么的 他们推出来了一个核共享 什么叫核共享 核共享就是美国的核武器呢 日本可以使用 美国也同意了 只不过呢 这个核武器 它的发射呀 它的控制啊 不能交给日本 但是呢 已经同意了说 美国的核武器用来保护日白 你这是无核化吗 还是核武器扩大化 他所说的无核化 说实在的 近的呢 就是指朝鲜 远了呢 就是全世界了 让别人全都无核化 然后他把美国的核武器引进来 然后第四个呢 就提出来 要在联合国这个秩序里面进行改革 这就是规则基础上的这个国际秩序 你们不光是提出来一些个小圈圈 想用你们这个小圈圈的规则 来规范别人 让别人来遵守你这小圈圈 而且呢 不仅不遵守联合国的这个规则 还想改变联合国的规则 想把联合国的规则 改的适合他们的胃口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日本想进入联合国的五成 把联合国变成六成 当然这个印度也想加入 很多国家都想加入了 托尔西也想加入啊 这个五成呢 变成十成可能都不够用 尤其是呢 想剥夺俄罗斯 中国的一票否计权 这就是日本的第四条 不停的进行这种宣扬 进行这种鼓噪 第五呢 就鼓吹什么 经济安全 国际安全 这个反应的呢 就是从经济领域上来负荷美国所提出来的 排除中国 产业链供应链里面 把中国排出去 和中国脱钩 让中国在全世界给它鼓励起来 这就是日本这个疯狗 这一次让美国给放出来 在相会上狂咬乱吠 那同时呢 加拿大也来了 那加拿大在这次相会上呢 极力的炒作的 就是前一阵子 加拿大的战机 和中国之间所发生的那个遭遇 极力的跟那血染 说中国的军机呢 行为十分的不专业 非常的危险 影响到了加拿大的飞行安全 那以前我就说过了哈 加拿大你说你那么大老远 你跑到中国来干嘛 那么今天在中国的记者会上 也有记者呢 问到了这个问题 记者就问说呢 加拿大的防长阿南德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就说 中方的军机拦截 加方军机的行为 十分的不专业 令人关切 加方需要确保 加方飞行员的安全 加拿大的军机 只是在执行联合国 对朝制裁决议的任务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首先就说 很多人就指出来说 你加拿大所说的 执行联合国的任务 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派你 来执行这样的任务 是美国派你吧 汪文斌说 加方有关言论 应了中国一句俗语 恶人先告状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 加拿大军机不远万里 飞到中国的边上 抵禁滋扰 而不是中国军机 飞到加拿大的旁边 感受到威胁的 应该是中国 而不是加拿大 加方声称 加军机是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制裁决议 但是安理会 相关决议 根本没有授权 任何国家 在他国管辖的 海空域部署军力 开展监视活动 加方声称 中方军机拦截行为 不专业 事实上呢 加拿大军机 多次持续的 接近中国领轰 实施高频次的 大范围的 往返式的 抵近挑衅 加拿大军机 抵近区域 民航航线密集 严重扰乱 民航飞行秩序 危害民航 飞行安全 加方行为 才是既不专业 也不安全 即便如此 中方始终保持 最大的克制 安全 专业的进行处理 避免了事态 进一步的恶化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说你是执行 安理会对朝鲜 制裁的决议 那你怎么跑到 中国边境了 你去朝鲜的边境啊 对吧 事实上它是在中国东海的边境 并不是在朝鲜的领空或者附近 我们基本上呢 可以断定现在 其实呢 就之前加拿大到这边来飞 还有澳大利亚到这边来飞 其实都是来碰瓷的 碰瓷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在香格里拉的安全会议上 好对中国进行攻击 收集资料 等于说是准备材料 对中国进行攻击 那以上呢 就是加拿大了 那美国呢 还有一条疯狗 那就是澳大利亚 通常来说呢 以前啊 就是澳大利亚比加拿大更疯狂一些 或者说呢 澳大利亚足够疯狂 其实不用加拿大出马 但是这一次呢 加拿大出马 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澳大利亚呀 不大给力 澳大利亚这个新的政府上台呢 虽然说前一阵子表现呢 好像是一如既往 还是继承了上一届政府的那个作风 好像是呢 还是要紧抱着美国 紧跟美国的步伐 但是呢 今天我看到 他们好像貌似呢 也确确实实 想和中国来改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次的相会啊 澳大利亚呢 事先呀 他就联系了中国 澳大利亚的房长呢 就想和中国的房长进行私下的这个会晤 那中国呢也同意了他们会晤的要求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呢 第一 澳大利亚呢 想和我们关系 第二呢 他一定是拿出来了一定的诚意 中国才会同意和他们进行对话 这已经好几年以来呢 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方和澳大利亚的官方的这种接触 各种形式的接触啊 前几年呢 中国就连搭理都不搭理他们 通话都不搭理他们 任何类型的接触都不搭理他们 但是呢 这一次 房长和房长有了这个面对面的接触 而且呢 在他新的总理上台之后 中国的总理李克强不是给他发了贺电吗 然后呢 他们也回了店 据说呢 在回店里面 态度还比较的诚恳 然后呢 这一次的相会上面呢 我没有看到 关于澳大利亚来攻击中国的报道内容 不代表没有啊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但是我没看到 我假设他是没有 因为有的话呢 会和加拿大的这个疯狗乱咬 一块报道出来的 但是澳大利亚没有 那还有第四条疯狗呢 就是这个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在这个相会上面呢 他以视频的方式 在这个会议上呢 等于说做了讲话 我都不明白 这是谁让他在这上面讲话的 这段时间以来呢 他在各种的场合 或者以直播的方式 或者以视频的方式 这一次呢 我不知道他是事先录好了的视频 去放的呢 还是现场的一个直播 反正是在相会上面 他讲话了 是谁邀请他去的呀 十六八九 这就是美国安排的呀 美国安排这么四条疯狗来咬中国 那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上面呢 他除了跟那大放厥词 攻击俄罗斯以外呢 他说了一个呢 很显然是美国让他说的话 然后他是说呢 全世界应该看到 乌克兰现在遭遇的这个情况 他的意思是说呢 乌克兰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他说呢 任何的一个小国都有可能遭遇到乌克兰的这种境况 说呢 大国都要吸取教训 对于那些有可能被侵略的小国呢 要事先对他们武装好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并没有明显的提到台湾 但是呢 在他这视频讲话完了以后 他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 还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明确的提出来 他说呢 台湾就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说国际社会呢 要事先给台湾武装起来 以应对中国对他的侵略 他的这番讲话呢 引起来了广大华人的反响 台湾和乌克兰能一样吗 乌克兰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台湾明确的 他就是中国的内政 就这个问题呢 俄罗斯方面就力挺中国 俄罗斯方面呢 就提出来 第一台湾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二就是台湾是人家中国的内政 一个内政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 俄罗斯呢 是非常非常明确 我们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在这种时候 还是很力挺中国的 虽然这点时间以来呢 我们中国有一些人 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呀我们好像挺 俄罗斯好像挺的不太够啊 如果我们不挺俄罗斯的话 到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俄罗斯能来挺我们的吗 哪怕从舆论上来挺我们呢 现在看来呢 俄罗斯是认为中国已经是很支持他们了 已经是很挺他们了 但是呢 关于台湾这个问题呢 曾经我记得 普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记者就问他 说你认为中国是不是要武统台湾了 然后这普京呢 就哈哈大笑 笑完了以后说 武统台湾 中国统一台湾 还需要武力吗 还需要打仗吗 你看 普京呢 就是在他心里面 他认为 如果中国要输回台湾的话 根本就不用动武 就可以把台湾输回来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非常有招的这个普京啊 不知道他这个心里面 有一个什么谱 他认为中国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不动一兵一卒 就可以把台湾收回来呢 他如果有招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会告诉习近平的 好 这是美国放出来的第四条狗 但是尽管如此啊 我们在相会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以为以为感觉到 美国好像有点软化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相会上面呀 美国的防长 第一 他事先呢 他和中国的防长 也有私下里的会面 任何两个国家防长会面啊 一般来说也就半个小时 但是呢 他们俩谈了一个小时 而且啊 据这个彭博社报道 说中国首次跟美国强硬的提出来 说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呢 那我们的岛和我们的大陆之间的这个水域 这是我们的内海啊 这不是国际水域 据彭博社说呢 这还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和美国官方进行讨论的时候呢 强硬的提出来这一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防长 他在发言的时候呢 他又强调了 第一 美国是承认一个中国的 美国是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 第二 美国不支持台湾台独 这是美国防长 在星期六的相会上 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看呢 好像美国呢 是有所软化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的防长 魏凤和 在这个相会上的态度 魏凤和在相会上呢 两次公开讲话 一次呢 就是在开幕词里面 第二次呢 就是他单独发言里面 这两次里面呢 他都非常强硬的就强调 中国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 中国人民的统一的决心 是不可阻挡的 一切仕途 玩台独的都将迎来呢 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的还击 都将是死路一条 这是魏凤和 在这一次的相会上的 两次表态 虽然说呢 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表态 虽然说呢 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 但是呢 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个决心呢 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啊 台湾方面呢 倒是挺厉害的 台湾的这个陆委会啊 台湾的所谓的国防部啊 所谓的立法会啊 都有表示 都很强硬啊 说我们现在呢 是有能力的 如果大陆要打我们的话 我们会打回去的 而且呢 还说什么 又强调了他们的那些个飞弹啊 说他们的飞弹呢 又能打250公里的 300公里的 600公里的 1200公里的 还有2000公里的 说一下子就能打到北京去 但是呢 这些说法呀 也受到了台湾方面的一些 评论人员的不齿 台湾自己都觉得不齿 第一呢 你是不是泄密啊 第二呢 就是你这看法是不是太幼稚了呀 因为那些非但理论上的射程 是一回事 但是从实际上 它的这个速度 它也不行 台湾那飞弹的速度都很慢 大陆的那个防空设施 那个速度 就能给你拦截了 你打得越远 给你拦截下来的可能性越大 再就是呢 你到时候 你所有的这些飞弹 你不要用定位系统吗 这些定位系统呢 第一中国大陆呢 到时候会要求美国不要给你提供 要给你停掉这个关掉这定位系统 GPS 第二 假如说不给你关掉GPS 大陆早就给你毁掉了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啊 你这些飞弹 有什么用吗 再就是 你这些飞弹 你打什么炮弹啊 你的打击力有多大啊 如果你这一个飞弹过去以后呢 你也就炸一个坑 对不对 可是 如果你一旦拿这个飞弹 你给它炸一个坑的话 那北京火了可不得了 为什么美国现在严格控制 不想让乌克兰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啊 就是怕把俄罗斯惹火了呀 到时候美国能让你台湾去攻击北京吗 对不对 所以特别的幼稚 另外呢 这两天 就在相会召开的第二天吧 中国就公布了一个措施 说是呢 由于多次从台湾的石斑鱼检测出来了 孔雀石氯 结晶籽等禁用药物和土霉素超标 依据大陆法律法规和标准 将从6月13日起暂停受理台湾石斑鱼的爆关 从13日就是今天呀 就今天已经停止了啊 石斑鱼这种鱼呢 是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吃的一种鱼 也是一个高档鱼对吧 因为它这个肉质呢 是非常的鲜美 所以呢 是非常爱吃的 那这个鱼呢 是在台湾生长的 它那个地方的那水温啊 什么的比较适合它 完了以后呢 就出口 出口到大陆啊 澳门啊 香港 但是90%以上都是去大陆的 10%呢 去了香港和澳门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吃火鱼嘛 它要运远了的话呢 就不太容易 所以呢 就是在跟前中国大陆 吃它这个鱼 台湾每一年往中国大陆输出这个鱼呢 都要有1万公吨以上 我不知道1公吨是多少吨呢 因为台湾的报道呢 它就用这个公吨 每一年都要1万公吨以上 而实际上台湾这个石斑鱼啊 被剪出来有孔雀石虑啊 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的 所以呢 这次有的人说呢 这是中国大陆啊 搞政治啊 蔡英文就是说 啊这就是政治 实际上不是 从去年的12月 大陆就说了 说台湾的这个石斑鱼里面 剪出来这个东西 随即 台湾入境大陆的石斑鱼的量呢 马上就减少了一半 只有5、6千公吨 但是呢 之后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 那到上个月的时候呢 就减少了两三千公吨 就减少了很多 给台湾留了这么长时间 可能就跟上次的那凤梨一样 给你时间让你整改 但是你不整改 到最后呢 就完全禁止进口了 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台湾方面呢 现在啊 就跟个疯狗似的 说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我要求给你那个什么的 我给你发了email 你都是只读不回 他们那个农委会主席 陈吉仲呢 还特别搞笑 然后他说呢 中国大陆就趁我现在确诊 在家隔离的时候 给我来这一招 这个呢 真是笑死人了 好多台湾的媒体人都说呢 我们都不知道你确诊了 大陆还管你确诊不确诊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好 这下呢 台湾又傻了眼了 他这个傻眼呢 比上回的凤梨还要傻眼呢 你要说那个凤梨呢 当时啊 凤梨这个东西 你还可以说去卖到其他的地方 卖到日本啊 新加坡呀 东南亚呀 卖到澳大利亚 卖到美国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这个鱼不行啊 它鱼要吃这个活的 你要孕到美国的话 你肯定不能孕活的 你就得孕死了 说他们也有冷冻的出口到美国的 也有 每一年也就是三十吨不到 三十吨呢 就根本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在台湾方面呢 紧急采取措施 说希望的这些鱼呢 能往远了运 那你要往远了运呢 可能就需要一些特殊的物流的措施 所以现在说就给他们补助 如果运到像日本啊 新加坡啊 周遭的这些地方呢 就每公斤补助四十到五十元 如果运到比较远一点呢 像美国呀 澳洲啊 每公斤呢 就补助五十到六十元 然后有人就提出来说呢 说这些鱼吧 虽然说卖到大陆啊 挺贵的 但是呢 其实 持边价呀 并不贵 说持边价呢 每公斤也就百元左右 然后你的补助呢 是他的一半以上 这个数额好像有点荒唐吧 好 以上呢 就是围绕台湾这个问题呢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 这个视频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